再來我們要講的是眼皮 眼皮的話這裡的話會建議大家先把眼珠都做完後我們再來做眼皮 因為畢竟眼皮是貼合在眼珠上嘛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面是其實很密合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眼珠的做完後我們再來做眼皮 這樣的話我們只要shiftd複製一個 shiftd複製 然後我們這時候再把他的面刪掉 拿來做我們的眼皮 像這裡這裡扛因為我們剛好面數是激素所以我們這裡要多加一圈 我們把下面的點 刪掉 delete vertex 我們這樣的話我們這樣眼皮 就有了 眼皮當然這樣眼皮你就會想說這樣我們眼睛不是卡在一起嗎 然後我們要去編輯一處長出來這裡不用我們用程序性的方式來做 我們的 modify這裡面有一個 節點叫做 solidify 長厚度讓他實體化 像它針對線啊 面啊 就是 單平面的 讓他實體化 sodify 長厚度 thickness 我們再來把厚度長出來這裡 offset 0.01 像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把眼皮把它長出來 眼皮長出來 再來像之前有講到的我們可以利用 像做倒角的我們bevel bevel 我們這裡可以用 因為這個 這個球其實他真的 轉折面其實就是在 他的眼皮這裡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用bevel 來做倒角 好 我們這裡翻透明看一下 像眼珠 他這裡眼皮是往內長嗎 所以我們這裡 set offset1 才會知道我們要的位置 0.01 眼皮的厚度 加一點倒角 0.05 0.01 這裡做一些調整 0.002 好 像這樣的話眼皮就有 好 像這裡的話 我就不再做細分 因為眼皮這裡 其實已經 面數已經相對高了 其實他已經夠 圓弧了 所以我這裡 只要單純只要做 眼皮的倒角就好了 這樣可以節省一些我們的 面數 0.02 然後 如果覺得這裡 倒點順 順得不太好的話 可以再加一個細分 對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畢竟模型沒有很細 再來 下眼皮也是一樣 我們就 複製一個 你可以用直接上面這個 複製一個 複製D 然後我們在編輯模式 這裡會建議直接進到編輯模式 RotationX 180 可以按到 Object Edit Mode A全選 Rotate X 180度 這裡 其實不一定 這個方法不太好 我直接 這裡Rotate 正面直接 Rotate X 180 這樣它是軸心 可是這裡的話其實就 我們來ITEM看一下 它的旋轉其實 不是正的 它等於沒有歸零 其實就像我們之前做模型歸零一樣 Ctrl A 這裡我們之前是用Scale的歸零 去做 蛋綁股價錢的基礎形 Scale歸零 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就Rotation 把Rotation歸零 注意看這裡 185 Ctrl R Rotate 它這樣就歸零 這樣它的就會以 基準點就會是一樣的 它都是Rotation歸零的狀態 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Rotation的方式來做 它眼皮的開關 這就是我們關於眼皮的製作